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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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鬆軟 好像外面的麵包店賣 我做當然鬆軟 不過靜靜靜靜靜靜靜告訴大家 其實我之前沒做過的 全靠牠 和這部廚師機幫忙 我們首先要放所有東西 電子綁呢 沒有綁也不要緊 廚師機是可以變身做綁的 只要按著標記就行 不過只可以5克5克加上去 太精準就顯示不到了 餃麵團也很簡單 將材料倒閃進去 按去餃麵團模式 再開MA模式 廚師機就會自動攪拌 師傅剛剛看到機器 剛剛一開始慢慢攪拌 但現在突然變快了 是呀 這個智能製就是幫你開機時 它會慢慢把材料攪拌均勻 然後它會自動慢慢加速之後 就可以成為麵團 除了會加速 它還會自己停 這樣就可以硬硬地讓麵團成型 師傅它自動停了 是否代表我們已經做得了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喜歡吃硬的麵團 如果你想吃軟熟 我們將要拆油20分鐘 要將麵團 然後按價格就可以了 廚師機有內置計時器 聽到嗶嗶聲就可以停了 為甚麼會跟師傅那麼遠 哈哈哈哈 一樣 我們放進鍋爐吧 我們放進鍋爐吧 出爐了 其實樣子真的很漂亮 還有我做的和師傅做的 是差不多的 我現在試吃一下 好像很軟 好鬆軟 好好吃 剛剛試用了這個廚師機做麵包 我覺得功能都很好用 連我這些新手都可以做出這麼專業的麵包 不過它的體質都挺大的 如果真的要買去的朋友 就要考慮一下家裡怎樣放它